中文字幕志愿者 穿的是外国的礼服 但是颜色像马戏团的 我有一次在国外过青年 我就穿成那样 结果所有的人都看着我 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就换了一个黑了 然后你回来跟我说好多了 你觉得中国人 是不是把这个礼服和西服 穿出了一种新的范儿 我的确我就老说 我在奥斯卡颁奖礼 那么大的场合 见到他们所谓的礼服 宴尾服都是黑的 以黑色为主 只有咱们的 我们这些主持人 我就看我的好多事 是这个款 但是那家浑身亮片 那就是 那没关系 咱们就是一个很喜庆的 很有喜感的民族 它不同的场合 他奥斯卡发奖 是他的 他这个正式的名称 是什么电影科学 什么艺术学会 他你也到拉斯维加斯 那些马戏团的那些秀 就是闪闪发光 对他说的就是马戏团 没有 看不同场合 咱们走的是 他那个那个层次的路线 所以这个 我也给你来一个 有这个马戏绝技的一个东西 徐老师你肯定喜欢 我在一个日本的一个视频 不是不是打马赛克的那种视频 我拿到了一段日本的视频 日本这个节目啊 玩的挺有意思的 颠球 哎 梅西最近是得了几个金球 四五个吧 忘了得五个 就是颠球嘛 他原来有一个颠夺高 这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就搞这个 结果梅西来了 破了个世界纪录 我给你 我给你看一下 我给你 哎 习老师看激动吗 不激动 为什么 比赛才激动 这种表演也稍微激动 这也是绝技啊 这种比赛不一定他是能拿 可能有的人可能比他还厉害 都有 我看的那个最近那个那个叫什么 小罗呀 小罗好像在一个场合胜赞梅西 说这梅西他把梅西马拉多纳并列 他认为是绝对是到了这个级别的 这肯定是 我觉得梅西比马拉多纳好 是吧 当然了 这个咱们为什么一开始好像 尽量把这个体育说的开心一点 对吧 是因为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情啊 实在是让人开心不起来 这个事情呢 它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 但是呢 也有人问 为什么突然这几天火遍了社交媒体 是什么意思 这个且不管 但是事实俱在啊 触目惊心啊 马家军呢 这个马俊仁呢 哎 我这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啊 我当天不说 我现在说我对马俊仁这个人的面向 我认为我跟他呀 不搭 就是说 当然我他我也不当他的队员 我就记得当年啊 我看见他我就印象不太好 当然很多人喜欢他爱他 那是人家的喜好 我好像就是天生的对于啊 一些带人比较粗暴的人 对别人非常狠的那种人呢 我这个印象好不起来 哪怕当年如日中天呢 取得多好的成绩啊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就 就是一夜也被 我就看完这个之后啊 我这个心里啊 就觉得这个 有一种仇恨 我不是具体仇恨一个人 我仇恨中国的一些事 你知道吗 就是真是 就是这个仇恨啊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咱们从头 就是就是说啊 这个这 这个十七年前 你知道有个叫赵瑜的吗 著名的体育记者 他写的几篇报告文学的文坛都有名 叫这个马家军调查 当时呢 这个书出来之后啊 马俊仁还跟他打过官司 马俊仁打官司 是关于其中写到那个憋经的那一段 真华憋经 可是实际上呢 当时有一张出版社出于保护马家军荣誉的考虑 就没有编发出来 一直到去年 也有一个出版社 就说把这个出出来 但是一直到这两天 才传遍点燃朋友圈 我才就看到这个魔鬼一样的一张 就是药魔重创马家军 就当年你知道马家军的奇迹吗 最牛的是1993年 因为在此前的八月份 在德国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 那是什么样风卷残云一般 全世界惊叹 这个马家军 一万米 一千五百米 三千米的金牌 而且在这个三千米这个项目上 不只是一个金牌 是包揽了前三名啊 就是后来就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 狂扫66项记录 就这个马家军 就是就是这么样一个奇迹 当时就是 当时我记得吗 我就搞新闻的 马军人就跟神一样了 马军人而且是那种东北范儿的神 就是说我让谁拿冠军 谁就拿冠军 我让谁 想破什么记录 就破什么记录 说得出做得到 现在知道全是药啊 这是 我记得当时就有好多 那个质疑嘛 但是大家就说 他们吃的是中药 后来又做了那个 就说憋惊 对 后来又说是憋惊广告 这种什么的 就完全大家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看到也是 特别的震惊这个东西 最让你震惊的是什么 我 我觉得感受跟你有点像 就是说觉得特别 仇恨那种感觉 但也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我看完我就觉得 整个他里面的那种 戏剧性的情节 爱恨情仇啊 这些东西都能拍一电影 但这个电影最后 要黑屏滚一段字幕是 马家 这个马俊仁 仅仅是当年 无数个用药的教练 这个之一 马家军仅仅是 被药所害的队伍之一 而且我们当时 还为了他们的胜利 而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欢呼 哎 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 你知道就是 我 记到我脑子里的 就是那么一些 我老是想起 马俊仁的 殷容笑貌 就是他干这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他那种 他那个队员呢 就是说跟这个赵瑜 当时跟这个作家 就说你录下来录音呢 就是我们就把这事 都跟你讲了 过去国人都不明白 我们怎么回事 为什么1993年 狂扫那么多记录 1994年就发生了 马家军 集体叛逃 就所谓判出师门 出走了 然后出走之后呢 他们的成绩就一落千丈 和当时我们都说嘛 说马家军 离不开这个教练 离不开这个教练 甚至我 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跟人说啊 我说东北有这么一路 一路人呢 老师傅啊 会养狗啊 就是他养什么厉害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后来去养狗了 他真的去养狗去了 就是我就说离了他就不行 但是我现在看到 这些文章里 就记载就说这些姑娘们呢 就当时就说 打的一种东西 就好像叫EPO 就是一种啊 红细胞增加血氧量的 那么一种玩意儿 就是说马俊仁亲手打针 然后打针就是说 哎 马俊仁这个 这怎么跟他们聊啊 就说 哎 不打针 你是一匹豪马 打了针 你就是一匹猎马 甚至还说啊 这个 这个你们知道吗 这就这针 这是这个前线 打仗 给战士们用的 打了这个针之后啊 中了一个子弹 肚子里打了个洞 都不知道疼 疯了一样的往前跑 你们可得小心点啊 你们跑到终点 不知道累 你们都停不下来 你们跑到终点 冲了下的就是 然后就是说 哎 你们 你们听不听话 就这一针啊 这多多下去一点 少下去一点 可都全在我手里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后来说 他还特别会打针 因为他能够掌握 这个剂量嘛 就是说 你打完针以后 半小时之内 这个针他有用 半小之后就没有用 就是说 等到在检查 去尿检的时候 他就查不出你有药 就是他这个特别神 他能控制这个时间 我看了这一段呢 我相信了 因为我以前听啊 我都 你知道这个都有可能不是吗 对 或者夸张吗 这一段啊 他这样说 他说据说 国外运动员用的贼多 大约是88年89年吧 就知道国内也有运动员开始用了 全国各地都有辽宁的队友 他们回来说 有利无害就能用 老多队伍都在用 不用不好使 这几句啊 这东北的这个味啊 这个就是 就是运动员很朴实的那几句话 我挺相信 他这个就是个口语的状态 但他这里边解决了几个问题了 第一 你不用就跑不快 就不用不好使 对不对 那你为了你的个人利益 你做过运动员 要出成绩 你都要用 第二 领导批准 这要领导给你打吧 这个 这个 等于是有人帮你担着 这还不单是你的责任 第三 人家都在用 对 对不对 全国各地 其他的运动 国外都在用 因此没有道德上的犯罪感 所以一段话 把这三个问题都给我解决 就在我想一个运动员用药 就是这三条 对不对 第一 药会不会伤害你的身体 第二 你上面的人会不会允许 第三 你心里会不会有犯罪感 他这个三条 这个中国现在很多很多的事情 犯法的事情 什么三句轻安啦 什么假药啦 什么什么 基本上都是这三条 第一 对自己直接有利 第二 我的主管部门不罚我 他承担 第三 人家也做 对 所以我当时看完 我就接着这个 没有道德困难 对 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觉得很同情他们 但我说一句很得罪他们的话 就是说 假如用兴奋剂没有副作用呢 假如他当时 他服完这个药以后 不会把他们变成 就是 嗓子变粗 然后出现有肝病或者怎么样 而是舒舒服服的让你的成绩提高 那我们现在会看 假如的科技成就更高一点的 我发现他们这个是一个 这跟图 图 图什么 图幽幽 跟图幽幽幽的一拼啊 他们这个 哪个哪 他科技水平高啊 你 照他们的分析 这个里面有两个根本性的概念 我不知道你们倾向于哪 先去广告 咱再探讨这个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再探讨这个 你看这个 微信里就开始说了 这中国人啪啪啪打脸 打得啪啪 山响了 当年黄红 在春晚上 94年春晚小品 马俊仁也在 打扑克 当时里边也说 说这些外国人 为什么说我们 到了冠军 就说我们是吃兴奋剂的 然后当时呢 就是表达中国人民的这种不满 说不是马家军 吃了兴奋剂 是马家军给全体中国人 打了一针兴奋剂 我们中国人 总有一天 要跑在世界的最前方 黄红说完这番话 镜头给了马俊仁 马拍手而笑 脸上显出激动和坚毅的表情 隔了22年的打脸 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年的这个事件当中 也有我们的欢呼在里面 如果不是我们那么重视 这个国 而且你知道在全世界 这个整个就是 不叫举国了 就说整个队伍 就吃新闻剂的还有哪里 那个东德那时候吃 那个现在的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 这下一届奥运 要被禁了 那当时中国最明显的 还不是马家军 最明显的是游泳队 就是90年代初 就游泳队 当时中国游泳队 突然一下子成绩非常好 所以呢 西方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妖魔化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游泳队 我们没有实际的证据 但是当时西方的妖魔化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队进场的时候 美国NBC的那个播音员 就在说 这次队伍 他的游泳队 受到了这个东西的困扰 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样 当时后来中国就抗议 就是说你在介绍 一个国家的运动员 进来的时候 你的评论员 就在这样 这样来说 当时就是说 是东德的这个机制过来的 不 我非常同意 你刚才讲的那个话 这个一针兴奋剂 我们都受用 你知道90年代初 是一个什么情况 你知道90年代初 一直到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中国的整个 那个时候全靠一个什么 靠一个亚运会 你不知道记不记得 就是那个时候 一个亚运会 使得一个国家 就是从一个 全世界在前哲理的 这个状态下面 他找到一口气 所以你看他出成绩的 都是 政治有很大的波折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有时候甚至在想 我们撇开体育道德不谈 撇开纯洁的这个 这个人格真诚不谈 从政治上考虑 那个时候 他们是不是真的 给了民族明星 一个兴奋剂呢 而这个代价又是怎么样呢 这个里边 这个马家军当年的 这些女队员 这些弟子讲的话 我觉得也是 就是吃兴奋剂 这是全世界的现象 美国也运动员也有吃的 对吧 什么体制下 都有运动员用兴奋剂 但是呢 您没辙的一点是什么呀 他们就是说呀 说这个 他们 就是说躲过了三回 飞行要减 是 好 种种原因 你比如说 就是说 刚刚大赛完了 处在调整期的时候 就不用吃 正好那个时候检查呢 没检查出来 有一次 对 藏在火车上 或者怎么着 就没 就就逼过去了 对 但是你看 他后来就是讲 后来是中国游泳队 大海面积兴奋剂事件 那国际 那个你也可以说妖魔化 妖魔不妖魔呀 就说中国游泳运动员 不能进这个池子 污染池子 那个时候把马俊仁 他们吓坏了 马俊仁都不想干了 那么 他那个时候 他就是说 国家自检 发现马家军有禁药 那么为什么国家自检了呢 你看他的队员 我觉得说的很 很到位 他就说 因为你外国的这个 不管怎么说吧 他是那个资本主义的 那个体制 我们这个运动员 可是社会主义 是国家 你是国字 你是姓国的 所以你要是发现了兴奋剂 你有点绕不开 你有点绕不开 你的国家形象 因此这到最后 就是国家也开始自检 但是在这个之前 组织上也是知道的 对 对吗 关键就在这里 这个最根本 最根本的关键 我跟体育界的人聊天 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就是说 没有吃不吃的问题 只是要好不好的问题 中国国家 人家议客动员 他们都在用 只是你没查 查出来跟没查出来 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 体育水平是跟科技水平要挂钩 因此要引进东断 这是一派 那另外一派呢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是全世界都有 但是是个人行为 就是他冒险 他为了自己的荣誉 他冒这个险 但是他的国家 他的协会 是不会为他背书的 而有意思 因为这是犯法的 而且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长官 告诉他你可以吃 对 他完全是 更不会给你提供 给你掌握分寸 告诉你怎么方法疗程 或者说没有人告诉他 你必须要赢 这个是最根本的 但是哦 我们也不要忽略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东德当年被查出来以后 后来有一个揭秘吧 说那个西德也在吃 其实 西德也大规模服用 他们当时的科技水平还更高 也是去试验很多种药 就试出来某 就某一种药 可以使他的这个红细胞怎么样 增多这样那样 而且说他们当时不是因为 知道东德在吃 才去对抗 就是他发现了以后 觉得也可以吃 到后来 他们才知道东德在吃呢 所以有一个内政部长 也下令说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运动员 跟东德运动员 有同样的这个条件 所以啊 这个金色的诱惑 这个银的诱惑 所以这个还是我刚才讲的 两个最基本的观点 你刚才那个证据就证明 还是钱那种 有很多人 包括体委的官员 这个这个有很多认识的 他们心里就相信这个 他认为他就像政治斗争一样 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利益 手法不同 但只要你有必要用 暗杀了 绑架了 啊 这个这个 下药了 或者用假的名义去控告 都是可以用的 只要目的正当 但后面一种 始终觉得体育不是政治 政治可以一样 体育不能这样用 体育你就算用了 一时为国家的争光 长远为民族 带来羞耻 但是我在这个描写 要不是就是报告文学啊 我就觉得 中国这个题材 不准拍电影吧 但是报告文学出来了 书可以出来 对吧 这要是拍成电影 就是中国导演 一定能拍出 这家伙 你知道这个 我觉得这个一场噩梦 17年 不是 还是他们这多少年 1993年到现在 多年以前的 这么一场噩梦 这些女孩子啊 就从这些噩梦里 醒来之后 现在也有了孩子 有了什么 他们当年经历了什么 你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刻 真叫盛极而衰啊 1993年囊括那么多的冠军 打破那么多的记录 1994年就叛逃师门出走 然后到达这个最后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团队内部啊 就那种最后的疯狂啊 最后的崩溃 就这些 所以你就觉得同情 这些可能是农村来的女孩子 或者家境比较贫寒女孩子 就靠跑啊 然后也不知道给吃了什么药 就吃吧 吃吃 到最后呢 不吃就根本跑不动 小组都出不了线 对 所以那就吃吧 吃呢又怕生不出孩子 声音变粗了 越来越像个男的 哎呦 都跟跟爸妈妈 怎么说 对 特别是最后 传出国际这个药检 这个越来越近 越来压力越大的时候 甚至马俊仁 我觉得精神都瀕临崩溃 甚至马俊仁也 就说哎 你们这个 谁查出来 谁自己负责啊 我就问这 女孩子们这个精神啊 也人心惶惶 你说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分呢 这个团队内部啊 是这什么精神 所以我觉得你 他们经历了什么 事过境迁之后啊 你再看看这些历史的照片呢 也格外 你可以看看 也格外让人这个唏嘘 你看这就是当年的 这个赵瑜的这个 调查马俊军 你再看 这就是作者 当年的作者 赵瑜 马俊仁 曾记否 这当时中华民族的英雄 再看 中华民族的英雄 你再看 中华别军 哎 这是他的这个队员 哎 你看这个脸上的线条 你看这脸上的线条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脸上都是那个粉刺 是吧 你再看 你看这就是上了国际杂志 就囊括了多少个记录 中国奇迹啊 黄色的这个奇迹 来再看 这就是当年一千万卖给厂家 马俊仁就是找他的队医啊 随便找了几个那个中医的 可能配方弄了一下 就把这配方卖了一千万吧 当时生产的饮料 再看 这是啊 上电视 春晚吗 那是倪平吗 对 是 是吧 应该是春晚 哎 你看 这是他的这个 呃 也是他的队员 当时这张照片 当时在我心目中 马俊仁就跟民间的那个大仙似的 我觉得就是好像神神奇人物 他想让谁跑跑得快 谁就跑得快 你看 哎 这个好像是一个挺挺可怜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队员了 这个队员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看看啊 叫李颖 李颖 是马家军悲剧里最浓重的一笔 好像因为某种原因自杀了这个人啊 那再看 这个马俊仁 你看 这个你看就是后来啊 师徒反目脱离多年之后 王军霞的婚礼 马俊仁又回去 这是师徒分离多年之后 头一回公开的见面 马俊仁送给这个王军霞的一个礼物 哎 这么一个镜框 来 你再看 这个是当年王军霞得的那个好像什么欧文斯奖啊 一个国国际田径的一个一个的大奖 一起回来 这个要不说 这当时就说戏剧性啊 这个点背啊 这个就在弟子判出师门 19大概是1994年 这个马俊仁的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 心情大坏 两个星期以后去世 马俊仁在奔丧的过程中还出了车祸 当时在医院的床上 这个是大家都记住的镜头 王军霞 这就是后来他的弟子啊 这个就是脱离开他之后啊 唯一一次又奥运会上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他拿金牌 但其实那个成绩呢 已经远远不如以前的成绩了 对了对了 你再看 哎 这就是多年之后 跟当年的这些马家军 这些女的 哎 这不吃药了之后 还是能生孩子 可喜可贺 是吧 这马马俊仁呢 呃 现在是这个 后来是中国藏鹅协会的主席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就说 就不是说对马俊仁一个人 我觉得就相信 就是在中国的这种某种体制下呀 每一个人都像个棋子吧 是不是他也有他 不得就是一种驱动力 就把他推向一个疯狂的 对 包括他那篇文章 不是刚一开始说没发出来吗 也是就两个编辑 就是他决定了说 我们要去保 要去那个 去要去那个保护他们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处于那种状况下 好像你一个个体对抗 整个的一个大环境的 那种跟你背向而行的 一个意志 但是呢 又很快在某一天 这个巨大的这种 这个就这个意志 突然被打破了的时候 就整个的这些风向 又全都赚掉了 你又觉得 就是皇帝的嫌疑 没啥了不起 你如果在当时 这算国家机密 洩漏 今天洩漏国家机密了 这个当时你说 这个关系整个国家的形象 这个很大的 我刚才来讲了 我没有必要苛求 因为当时真的 中国还需要有这样的兴奋器 当然我们要反省的是 用体育来鼓吹民族主义 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 今天还在延续 这个事情的转变是 其中有一条 就是中国获得了 08年奥运的申办权 获得了申办权以后 国内的检查延了 你明白吗 这就等于一个游戏啊 就是我 开始我是小厂设办厂 我去搞一点花样 后来我上市集团了 我很多东西都要照规矩来了 所以后来就自己捡了 这个问题是 人家一讲声就很简单 你到底是运动员的个人行为 还是这个小团体的教练 搞的非法行为 还是组织行为 就是这么一个 对你说的什么组织 还是什么行为 你知道我从这个里边 到看出一个什么呀 这个又土又洋的 按说打兴奋剂呢 我觉得是挺洋气的一件事 对吧 咱们中国又说什么举国体制 可我又一看他这个打呀 我就觉得有一种家长式的一种 全是马军人一个人啊 那甚至那队员都说说 马岛多累啊 每天上了火车 一个一个打 一天就 几个打一针 这也是机密吧 所以他控制啊 不用不好审 不用不好审 不好审 你看